江文自导自演了一部新作品 刚上线没几天 跟扁斗一起来看看 兔爷回家 片名红底黄字 大气喜庆 江文作品 是个梦 也是个童话 暗示故事不屈一格 天马行空 我要回家过年 我的家在大草原 我还有俩牛儿子 牛可不是淡礼服出来的 你疏虎吧 对了 怎么了 嘿嘿 打个赌 那你得输啊 去草原 走 这开场节奏有点快 信息量很大 我们拆解一下 老江和小鹦鹉的家都在大草原 他们都准备回家过年 小鹦鹉说 他有两个牛儿子 老江不信 说牛可不是从蛋里孵出来的 小鹦鹉跟他打了个赌 顺便问老江 你属虎吧 江文生于农历1962年 属虎 今年正好是虎年 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小鹦鹉变身红色大鹦鹉 抓着老江离开北京城 飞往内蒙古大草原 老江乘着风 大片绿色迎面扑来 还跟一只飞蝶打了照面 够奇幻 到了草原 大鹦鹉放下老江 老江差点摔跟头 一抬头 是两头壮硕的大牛 你们俩 是他儿子 老江还是不信 大鹦鹉展示了 他的独门哺乳术 叼着两个奶桶直接灌 大牛养着头 张大嘴喝得欢 大鹦鹉给老江也倒了杯 原来 牛儿子是被大鹦鹉收养的 大鹦鹉从牧场奶牛那儿 把奶运过来 把两头小牛喂成了铁塔 老江竖起拇指 他服了 走 回家 大把手 两人起程回家 可这次大鹦鹉直冲云霄 把老江送上了太空 大鹦鹉让老江把奶喝了 老江取杯浴室 奶变成奶猪 悬浮了起来 老江追逐着奶猪 这才发现 他也能飞了 不一会儿 两人到了月球 微重力下 老江跳得又高又远 玩尽兴了 困惑道 不说好回家吗 怎么上月亮上来了 顺道 烧个朋友 这里能有什么朋友 老江奇了怪了 突然地面巨震 烟尘滚滚 来了只一身唇白的巨兔 这段信息量爆炸 兔也不是普通的兔子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 在月亮上倒药的玉兔 因浑身洁白如玉 得名玉兔 玉兔在月宫拿着锄 倒着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这次大鹦鹉来接他回去 他却说 倒药不能耽误 谁替我盯团啊 大鹦鹉早就看上了老江 因为老江属虎 子属丑牛 银虎卯兔 虎年过后就是兔年 是时候交个棒了 老江推说不行 饿死我是小事 耽误您倒药 那可是大事 耽误不了 大鹦鹉考虑周到 他早已备好了48集装箱的经典圈山有机奶和安慕西酸奶 够老江快乐一整年 看到这里才发现这个短片居然是广告 大鹦鹉身居一躬 求老江帮这个忙 说完带着玉兔去了 别忘了 回来接我 我完年 就来接你 万家焰火 人们欢庆着新年 兔爷太久没看过这盛景了 大鹦鹉问兔爷 离家这么多年还能找到家吗 兔爷说没问题 我们家门口贴着万福金安呢 然而家家都贴着万福金安 好在兔爷自有办法 兔爷变成了一只小可爱 他说道 一到家门口我就变回了兔宝宝 回家过年呢 都是好孩子 那为什么呀 家里头引力大吗 这句话很内涵 引力对生物体型有直接影响 如果地球引力增大一倍 绝大多数生物的体型都会缩小 月球引力小 所以兔爷会变大 而家里引力大 所以兔爷会变小 但家里的引力是情感的引力 而非物理的引力 这段话戳中了多少打工人的心 在外面 无论你多大 回到家 永远一个小可爱 家的引力 才能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 再看 离家38.4万公里的老江 孤独的他正越变越大 回不了家 老江只能不知疲倦地倒着药 兔年快乐 万福金安 大吉大利 多么戳人的小动画 竟然只有短短三分五十三秒 看似天马行空 意识流的梦幻故事 实则细节满满 信息密度 不输让子弹飞 以银湖卯兔的幻岗交接为主线 从草原到月球 再回到人间的奇幻之旅 情绪轻松幽默 但情感深沉厚重 经典安慕西产品 作为大鹦鹉送给老江的礼物 承接了短片上下的重要桥段行接 还重新演绎了 玉兔倒药的中国传统神话 一句 家里头引力大背 勾起了打工人 对过年回家团圆的 强烈盼望之情 引爆了一点 老江老江 果然 香还是老的辣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贬多也住屏幕前的你 万福金安 大吉大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